大家好 接下来来帮同学讲解一下光合作用光反应的过程 那我们都知道光反应发生的地方主要是在叶绿体上的 叶绿体内的内囊体的模上 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这个图形就是发生在 叶绿体内囊体的模上 那首先模上有两套光系统 分别叫做光系统一跟光系统二 那光系统一跟光系统二呢 分别是由发现的先后顺序来做命名 而每个光系统呢都有一个深紫色的部分 我们称为补光复合体 那补光复合体里面有非常多的天线色素 好那接下来前紫色的部分呢 这是被我们称为叫反应中心 那反应中心呢主要主要重点就是 它有一对叶绿素A的分子 好那整个故事呢 我们就从光系统二开始说起 光系统二呢 外面的补光复合体照射到光线 捕捉到光能之后呢 这所有天线色素的色素分子 就会把吸收的光能 集中到反应中心的这对叶绿素A的分子 而这对叶绿素A的分子 当它吸收光能之后呢 它就会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 所谓一对高能电子 就是两颗高能电子 好那这对高能电子 最后就丢给谁呢 透过反应中心的初级接受器 转给我现在箭头上所画的这一条 这一条叫做电子传递链 那在光的作用光系统里面 主要有两条电子传递链 那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就是我蓝色圈圈所编号的这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是7号圈圈编的这一条电子传递链 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叫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跟第二条电子传递链 所以当P这个反应中心 光系统2的这一对反应中心 这一对叶绿素A分子 激发的高能电子 丢给第一条电子传递链呢 就会透过化学渗透磷酸化产生ATP 所以你看蓝色圈圈五的部分 主要谈的就是化学渗透磷酸化 那我想同学 应该对化学渗透磷酸化有点点陌生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化学渗透磷酸化 所谓的化学渗透磷酸化 就是透过磨上一系列蛋白质 在传递电子的过程当中 把高能电子的能量释放出来 做什么事情呢 做氢离子的主动运输 所以各位同学 你可以看我箭头所指的地方 所以如果以立线体来说的话 当他高能电子 在电子传递链传递的过程当中 就会把氢离子主动运输 从基值送到摩肩腔 那如果是叶绿体的话 就会从基值抽到 内囊体内部的空腔 那这个时候呢 在内囊体内部的空腔 累计高浓度的H症之后呢 这个H症就会顺着 氢离子的浓度低度 氢离子的浓度低度 这个地方氢离子浓度高 内囊体的内腔的氢离子浓度高 基值的氢离子浓度低 当这时候氢离子顺着浓度低度 回到基值的时候 就会活化了ATP合成鎂合成ATP 那我们把这整个过程叫做 化学渗透磷酸化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上一张投影片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光系统2的反应中心 这对叶绿素A的分子 那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之后呢 这对高能电子 透过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它就会通过化学渗透磷酸化 产生ATP 那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叫P680 我先跟同学讲一下 P是什么意思呢 P其实就是色素的英文叫Pigman 那这个时候680指称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对反应中心的 这对叶绿素A的分子 对于680奈米的色光 有最好的吸收度 因此我们就把PS2 光系统2级的称叫PS2 PS2的反应中心 这一对叶绿素A的分子 我们叫做P680 好那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在光系统1有个P700 那一样呢 就是指称的就是 这一对叶绿素A的分子 在光系统1里面 他们对700奈米的色光 有最好的吸收度 好那我们的画面 再回到我们箭头所指的地方 当这一对P680 所释放的这一对高能电子 透过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传到末端之后呢 当它能量释出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对电子 叫做低能电子 那这时候低能电子 会丢给谁 丢给P700 丢给P700 那为什么P700 要接受这一对低能电子呢 主要原因是 当光系统2 在照射光线的时候 同时之间 光系统1也在照射光线 所以做了类似的事情 一样光系统1的 这对补光复合体 里面的天线色素 吸收光能之后呢 就会把能量 转到反应中心的 这一对叶力素分子 叫做P700 这时候P700 就会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 那当它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之后呢 那对高能电子就跑掉了 那对电子就跑掉了 所以也就是P700 这时候会少掉两颗电子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透过 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传下来的那一对低能电子 刚好补两颗电子给P700 以便它在下一波照光的时候 又可以再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 所以呢 我们的P680 激发出去的那对高能电子 透过第一条电子传递链的 化学渗透零酸化 接下来就产生了ATP 那来看光系统1的部分 那光系统1的部分 它一样照光之后 一样会激发出一对高能电子 那这对高能电子 丢到第二条电子传递链的时候 各位同学请注意哦 第二条电子传递链非常的短 那短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像我们今天从 如果把第二颗球 让它从自由落体释放 从5楼掉到1楼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它的原来的重力位能 5楼的重力位能 全部释放成动能释放出来 可是当我们把这颗球 从5楼掉到4楼半的时候 因为它的位能改变不大 所以它释放的动能相对也少 所以你会发现呢 第二条电子传递链呢 它其实非常的短 那非常的短的意思就是 由P700释放了这一对高能电子 这些高能电子 因为电子传递链的主要目的 就是释出高能电子里面的能量 那既然电子传递链比较短 也就是代表它释出的能量比较少 所以所以这一对P700的这一对高能电子 它这一对高能电子的能量几乎 能量几乎没有 在没有任何释出的状况之下 因为电子传递链短 所以这些能量在没有释出的状况之下 几乎原封不动的状况之下 它把能量传给谁 NADP针 NADP针加上H针 加上两颗高能电子之后 它就会形成NADPH 所以老师在图里面 你看到黄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就是带有能量流动的部分 光线照了光系统的补光复合体之后 能量传给反应中心 反应中心把这对 这对液力素A的分子 把能量放到外围的电子上面 所以就激发了一对高能电子 最后透过电子传递链 最后传到末端 以第一条电子传递链来说的话 它是形成ATP 透过化学渗透零酸化形成ATP 如果是第二条电子传递链的话 这一对电子几乎能量原封不动的 最后丢给了谁 NADP针 NADP针加上H针 最后就会形成了NADPH 好 这个图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重点要解释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产生ATP 为什么产生NADPH 主要就是光系统2 激发了高能电子 透过第一条电子传递链的 化学渗透零酸化形成了ATP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P1的部分 就光系统1的部分 它受光激发之后 激发了一对高能电子 这对高能电子的能量 几乎原封不动的送给谁 NADP针 NADP针加上H针 加上两颗高能电子之后 最后就形成带有能量的NADPH 这张图还有一个更重要要解释的问题 就是水为什么会分解产生氧气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PS1里面的P700 它跑掉两颗高能电子之后 它少了两颗电子 谁补电子给它 就是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从PS2释放出来 透过第一条电子传递链 传递下来的低能电子 那对低能电子 两颗电子 就会最后补给了P700 所以PCBi少掉两颗电子 就会补了两颗电子给它 各位同学 我问你 光系统2 P680 P680激发一对高能电子之后 谁补电子给它 没有人补电子给它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植物 叶绿体就找细胞里面 含量最多的物质是什么 就是水 所以水会分解 释放两颗电子 补给P680 所以水在光合作用分解的主要目的 是要产生这两颗电子 最后补给谁 补给P680 那这时候水分解 补两颗电子给P680之后 这时候会产生什么 两个H症 跟二分之一O2 O2氧气就 因为这样子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在国中的生物 常常特别提到说 其实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氧气是光合作用的副产品 所谓的副产品就是顺道产生的 那为什么氧气是副产品 因为水分解产生氧气 真正的目的是要产生两颗电子 补给P680 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氧气 所以最后我们给同学做一个总结 这张图 其实同学并不用死记 整个光合作用的过程 你只要会看图说话 在看图说话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重点你要把握 第一个重点是光反应 怎么产生ATP 跟产生带有能量的NADPH 第二个要解释就是水 为什么要分解 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两个重点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学完 整个光合作用光反应的部分